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幌子进行所谓税制改革 多年后实质性的一步恐即将浮出水面 日前传出消息指当局将从今年8月起开始摸高净值人群的老底 以便强化对富人群体资产的监管 为下一步的收税铺路 据报道 原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的一段短视频 近日在互联网上被热传 宋守成疑似在一次个人的直播视频中 披露了中共所谓财税改革的一项新进展 在这段短视频中 宋守成披露从今年8月起 当局将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 名称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 这套系统唯一的ID设备号就是每个人的身份证 而入境这个系统以后 你名下有多少套房 多少辆车 多少资产都将一目了然 据宋守成介绍 这套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 主要摸的是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 资产200万以上的群体将纳入监管门槛 资产600万以上的群体则是政府的重点监管对象 据了解 宋守成披露的上述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2017年5月23日 中共当局就已经通过了所谓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 当时多位财经专家在接受陆媒第一财经的采访时军表示 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设 是为个税改革铺路 而高收入者将是该系统重点关注对象 今年5月26日 搜狐网上发表的促进共同富裕 税制改革再摸牢底了一本更直言 未来10年中国靠卖土地来维持地方财政 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那么国家财政靠什么来支撑呢 政府制定了一个所谓税制改革的方向 那就是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 简单来说 目前中国征收的最大税种增值税 就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 而所谓直接税就是根据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数量 直接进行收税 为此 税务机构就推出了个人信息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 这条系统登记完成后 每个人的身份证号往里一书 你的名下有多少辆车 多少套房 多少存款都一清二楚 这篇文章直言 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摸家底 摸富人的家底 高净值高收入人群的家底 富人的家底摸清了 如果发现你的资产和纳税对不上 或者是资产和收入对不上 那么税差恐怕就不远了 因为这就代表有隐匿收入 对此不少人认为这实质上只不过是变相对富人割韭菜 近几年来 中共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 官方财政系统严重缺钱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为了从中国尚存的富裕群体中压榨出更多资金 以解决政府缺钱的燃眉之急 中共当局花招贫出 近期 全国各地针对医药系统的反腐风暴 就被认为是一次针对医药领域的大规模割韭菜行动 如今的财税改革 则被认为是直接针对中国所有富人下手的遗迹 杀手锏 尽管中共官方数据试图展示房地产市场 面对疲软的经济增长和破纪录的开发商违约爆雷 依然一直很有韧力 房价值有略跌 但是民间数据及房地产经纪人的反馈所描述的 则远远要黯淡 博博社8月17日报道官方数据说 新房房价只从2021年8月的峰值 只下跌了2.4% 二手房下滑了6% 然而民间则显示 像上海和深圳这样一线城市高档社区 和超过半数的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屋房价 至少暴跌了15% 据当地房地产经纪人消息 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附近的二手房房价 从2021年的高峰下跌了约25% 报道说 尽管难于做比较 但是业内人士和经济学家表示 中共官方的房价指数低估了房价下滑的严重性 报道指出 另一大风险则是 新有余计的购房者会观望等待房价下滑的数据 在官方数据中显示后才可能进场 本显示表示 政府统计的方式部分依赖调查 而不是来自房屋售卖的价格数据 这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局理顺趋势 避免大的波动 与之相反 在美国被广泛引用的标普核心逻辑 凯斯·席勒房价指数 是从全美的地方房企记录机构收集的房价数据 报道说 在杭州靠近阿里巴巴总部的地区 一些社区的房价从2021年的10月的峰值 下跌了25%到28% 在上海市中心广受欢迎的连阳社区 住房房价从2021年年中的高位 下滑了15%到20% 研究援引一个研究分析报道说 即便在今年3月经济增长出现疲软趋势前 一半以上的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房价 从高峰时都下跌了15% 即使曾被视为具有对抗房价下跌能力的一线城市 目前也无法幸免 根据深圳房地产研究机构 乐有加的7月最新报告 深圳至少5个受欢迎的区 得二手房房价过去3年下跌了15% 房地产疲软可能是中国后疫情经济复苏中 最具有挑战性的困难 据彭博社报道 小约20名中国投资者本周在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之一的中融信托办公室外举行抗议 受房地产危机影响中融信托近日多种金融产品逾期兑付 现场当局派出了大批警力应对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约20名抗议者在中融信托公司要求还钱 他们购买了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曾被称为安全的投资 其中一个片段中 一名妇女愤怒地问道 公司为什么不还钱给我们已经到期了 你们的财务报表说有利润 这些抗议表明 这家陷入困境的影子银行 麻烦比人们之前所知道的要严重得多 同时也显示了房地产低迷的影响正在向金融业蔓延 中融的投资者现在正在失去耐心 此前许多人购买了年利率高达7%的产品 据报道 中融是中国价值2.9万亿美元的信托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 数据显示 中融有270种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今年到期总额为395亿元人民币 之前是表示目前中融已有至少30种产品逾期 中共有关部门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研究这家影子银行可能向外蔓延的影响 中融管理着约1380亿美元的资产 另有消息称近日发生利息兑付违约的中融信托 被指投资接连财中至少15家地产相关企业的大雷 不仅对8家上市公司造成影响 还导致约15万名高净值投资人面临一夜返平的风险 中融信托的大股东中值集团也被指面临倒闭的巨大危机 今年为就不断恶化的经济 中共当局不断出台刺激经济的措施意图提振内需 但各种刺激措施不见任何效果 大陆一些专家建议刺激消费需要提高收入发钱给人们 中共官媒发文称 中国发钱促消费不可行 网友怒批 创傻充愣 8月16日 中共党校金管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 有观点认为 中国应像一些国家那样直接发放现金刺激消费需求 但这种方法成本太大 在中国根本不可行 文章称 中国居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发展水平等 与美国等八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每人发1000元现金 则需要约1.4万亿元 这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而且会造成宝贵财政资源的低效使用 此文在中国大陆网络招致一片骂声和讽刺 有网友讽刺说 发福利的时候就说中国人多 收税搞房地产就是人少 养全世界最庞大的公职人员队伍 你们不嫌成本大 欧美日本包括港澳台都行得通 这里就行不通 自欺欺人就算了 还想欺骗所有人吗 能不能别再装傻冲愣了 近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刚表示 消费刺激是刺激不出来的 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 如果收入没有增长 刺激消费从而让消费增长 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最终导致经济出现反馈机制 即市场越不好 价格越下降 价格越下降 预期越差 市场则越不好 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数一提17日表示 中方正在对美国限制投资的 行政命令进行全面评估 并将根据评估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美国总统拜登美东时间8月9日 签署行政命令 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 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 在17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被问及中方会考虑采取哪些措施 进行应对时 他表示 近日与企业座谈 了解美方行政令对企业的实际影响 树玉婷称 在此基础上 中方正在对行政令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 并将根据评估的结果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记者会上 树玉婷表示 欢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 据彭博社稍早报道 雷蒙多计划于8月下旬访问北京 目前未知双方是否会就 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禁令进行讨论 该行政命令预计将于明年正式实施 乌克兰连两日宣布前线捷报 乌克兰军方16日宣布 从俄军手中夺回顿内兹克的乌罗扎英村村后 17日最新宣布 已成功取下沿着乌罗扎英村以南的前线据点 在乌克兰东南部收复了部分俄空地段 这意味着乌克兰部队在没有空军支援的状况下 成功的找到了方法突破了俄军雷区 据报道 乌军这次推进的目的是向亚素海进军 试图把俄罗斯占领军切割成两段 不过至于面积与伤亡等战况 乌克兰方面未提供进一步资讯 基辅先前表示 大反攻进程由于俄罗斯前线布满地雷而进度落后 目前俄方仍控制着将近五分之一的乌克兰 此外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接受法刑社专访时表示 无论要耗时多久 乌军都将要收复所有被俄军占领的国土 但需要西方国家持续供应武器弹药 并已向部分西方盟国允诺 不会将这些武器用于俄罗斯领土 库列巴说 收复师徒是乌克兰人民的愿望 乌克兰的目标是获胜 以解放乌克兰1991年时境内所有领土的形式获胜 我们并不在乎 这得耗时多久 库列巴还表示 西方盟国并未向乌克兰施压 要求乌军更快取得进展 这些盟国为乌军做出的影响深远贡献 此外 基辅当局也已向部分西方国家保证 乌军不会以盟国捐赠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 韩国科学家日前宣布发现 常温常压超导体材料 LK99 若为真 将被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引发全球学界 产业界关注 各国纷纷致力实验复现 不过各国实验结果未出现复现 现全球最顶尖研究机构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 合成出最纯粹的LK99 分析后排除其为常温常压超导体的可能性 论文运印本网站Expil上传全球最顶尖研究机构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团队所发表的论文 他们使用了移动式容积浮动区法成功 合成出了最纯净的LK99单结晶 之后用各种专业仪器进行了测量 研究团队发现LK99单结晶体高度绝缘且光学透明 是一个在长温电阻在百万欧姆范围内的绝缘体 表现出轻碑的铁磁性和抗磁性 但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部分悬浮 团队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排除了超导性的存在 德国团队还指出 LK99看到的超导性迹象 可归因于流化亚童杂志所造成的 流化亚童在某些温度或压力下 导电率会发生突变现象 所谓的LK99超导 可能是流化亚童的误导讯号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未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